接着这一课 这个部分他要的是cost 所以我们有大卡收 所以大卡收的情况之下 卡是A over H 所以我的cost data会是A over H 所以我的 这一题他叫你找出他的cost data 所以我们要的是A over H 90度对面的这个是H 然后角度跟90度之间的是我的A 所以我这一边的cost data 或者是我的这一边的那个cost X 会是A over H 所以是9 over 13 然后这一个呢 我的90度对面的是H 然后这个是我的那个A 所以我的cost X会是A over H 13 over 10度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直接先 我的这一个是90度对面是H 然后我的A他没有给我 然后我的PQ呢 那我可以用Pyporex theorem来做 13 square-5 square 我拿到的是12 所以我这一边是12 我的这一个 呃 这个是我的O 然后90度跟度数之间的是我的A 所以我的cost data会是等于A over H A是12 H是13 所以12和13 然后这一边我的90度对面的是H 然后我的A是在度数跟90之间 然后他没有 这个是我的O 然后所以我这个是短的 所以我的这个QR呢 会是等于Squared of 17 Squared-8Squared 然后我拿到的是15 所以我的这个Cos A是15 Cos x的情况之下是A over H 所以是15和17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题目给我Cos x 我自己也找Cos x 所以我的这个90度对面的这个是我的H 然后之间呢 是我的A 所以我的Cos x的情况之下是A over H 15和Y 所以我的15和Y 会是等于5和8 3515 38 24 所以我Y等于24 然后在这一边 我的90度对面的这个是我的H 然后90度跟度数之间呢 是我的A 我的Cos data呢 是那个A over H Y over 33 所以我的Y over 33 等于3 over 11 这个乘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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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的Y等于9 然后我的Y等于9之后 就可以去下一题了 好 在这一题呢 他给我Cos x 我自己找Cos x 所以90度对面的这个是hypotenus 也就是Pq 我的hypotenus是Pq 然后我的这个是A A是度数之间的 这个是我的A A是24 所以在这一边 我自己找Cos x的情况之下 是A over H 也就是24 所以我的24 Pq 会等于8 17 然后乘3 3 827 3 所以我的Pq等于17 3 3 7 21 51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现在要找的是Y 然后我知道这个是51的情况之下 我就用square of 51 square -24 square 然后我就会拿到45 OK 好 你不确定的话 你用计算机来算51 square 然后再减掉24的square 然后你拿到的是45 好 来这一边725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我的Cos x 他给我Cos x 我自己也找Cos x 然后90度对面呢 是hypotenus 然后我的A是我的QR 所以我的Cos x呢 会等于QR除以50 所以我的QR除以50呢 会是等于725 这个乘2乘2 所以我的QR会是14 然后我的QR等于14之后呢 我现在就要找我的Y 我的Y呢是短的 所以它是50的square-24的square 所以它会拿到48 OK 这个我们就有square root 50的square-24的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50的square-24的square 这个是14 我刚刚这边写错 这个是14的square OK 然后我会拿到的是48 14的square 我会拿到48 OK